上海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 不过当局已经宣布 24个高风险地区 12月1号起解除管控 有些人感到担忧 但也有人表示 最终一定要解封 经济才能发展 而不止上海 包括北京 郑州 广州 也都在放松疫情防控 宣布允许没有外出需求的人员 例如长期居家的老人 网路上课的学生 远距工作的上班族等 都可以不必参加全民核酸检测 对于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 精准缅解 风控管理 快风快解 阴解境界 郑州市政府解除了 非高风险地区的流动性管理 广州则把部分高风险区域 调成低风险 还有地区解除强化 社会面疫情的防控措施 这些解封的地方 正是近来爆发白纸革命 抗疫最激烈的城市 国际间则持续声援白纸革命 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领事馆外 有民众举起白纸 点起蜡烛抗疫 科隆火车站外 则有民众举标语 点蜡烛示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接受NBC专访 批评镇压抗疫 显示出共产党领导阶层的软弱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发声表示 会一直跟中国示威民众站在一起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